相信各位已经等候多时了 这就是我们的惊喜项目 3屏8K 用3块索尼的8K电视打游戏 到底可不可行呢? 这个喜宴能不能成功呢? 说实话 情况有一点复杂 结果有一点意外 那我就从头开始跟你们慢慢讲吧 大概是在9月中的时候 我刚刚收到3090 那这个时候我就开始构思这个One More Thing了 因为我们最早三年前做1080Ti评测的时候 就测过3屏4K嘛 当时根本没有人敢做这个事情 我们第一个去做了 而且还真的跑起来了 挺流畅的 所以我就想 现在都过去三年时间了 这个显卡的性能应该提升还是蛮大的吧 这挑战是不是应该升级一下呢? 所以我就去找Tony叔 借了一套全世界性能最强的平台 64核3990X搭配双路3090SLI CPU超频4.3 显卡超频2.1解 这个平台太过于恐怖了 以至于我们用了一个EVGA的2000W电源去带动它 这个电源甚至要用空调专用的16A供电接口 其实论游戏性能的话 用消费级平台可能更好一点 但是NV座的SLI的桥接器就这么宽 对擦桃的间隔有很严格的限制 再加上TR平台的话 两张卡都可以用满16倍的PCIe带宽 所以我们最终还是选了这个方案 有了这个平台之后 我们就要选电视了 我一开始是打算自己买电视来挑战的 顺便也去找索尼的同学问了一下 有没有可能借几个8K电视 这个事儿我一开始没抱什么希望 但是没想到索尼居然还同意了 非常大方的借了我们两台75寸的Z8H 剩下一台是我自己买的 哇 敲定了这个事儿之后一下就轻松很多了 等于我们硬件上已经准备好了 不过三个电视运输起来需要一点时间 刚拿到这套平台的时候索尼的电视还没到 那干脆我们就先测试一下这平台 做点概念验证吧 屏幕的话我找ROG要了三个XG27UQ 4K144的显示器 正好也看一下现在的PC能不能实现三屏4K144 结果我刚开始尝试就发现了一个大问题 NV发了这样一个声明 告知30系显卡取消了驱动内的SLI配置文件 现在必须游戏自带配置文件才能支持双卡SLI 也就是说只有那么少数几个游戏能用上双卡 并且未来的游戏基本不会再支持双卡了 这就有点恶心了呀 等于我们这两张卡有一张就飞了 太尴尬了 在这少数几个支持的游戏里面 唯一值得玩一下还不会出问题的 是古墓丽影暗影 这个游戏依然还是支持30系SLI的 那我们就来试一下看看吧 11520×2160的分辨率 画质我们开到高 诶 好像是可以了 你看两个显卡现在都占用率非常的高 而且你可以看到它是运行在这个AF-R模式下的 也就是双卡SLI成功了 跑个Benchmark看看平均93帧 作为对比我们也跑了单卡的成绩 两个好像差距还是蛮大的 双卡确实要比单卡快了很多 平时玩的时候也能感觉到 还是要比60帧流畅不少的 这个三屏高刷新率的感觉确实不错啊 就是可惜144好像还是不太能跑到的样子 其实这个游戏是支持DLSS的 可以进一步的提升性能 但是我们实测了一下 DLSS好像并不能在这么宽的分辨率下使用 我觉得如果能够用DLSS的话 没准我们就能高画质上144了 可惜了 就这么一个游戏能给大家看一下双卡的表现 接下来我们就只能拿单卡超到2.1G来尝试了 那玩点别的游戏吧 极限竞速地平线4 我们试了一下 分辨率还是11520×2160 画质开高 差不多是跑到接近100帧 没想到这个单卡的表现和古墓丽影双卡的表现差不多啊 是不是该说这个游戏的优化好呢? 回想一下我们当年两张1080Ti跑低频M3的表现 其实这个单卡3090已经是超过我们的预期了 那我们再来试一试Doom好了 要在三屏下玩Doom这个游戏并不容易 因为它原生并不支持这么宽的屏幕 显示出来的画面是被拉伸过的 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工具叫Flawless widescreen 通过插件来手动地校正它的长宽比 你看现在这个画面就正常多了 11520×2160的分辨率高画质 这个Doom基本是可以跑到90帧左右吧 偶尔可以上到100帧 考虑到我们这才用了一张3090 这个优化确实是非常可以 玩的时候看着这个3块144的屏 确实也是丝般顺滑 甚至因为这是个FPS游戏 所以我对高刷的感知其实比刚刚那两个游戏更加明显 非常的爽 行了 我已经知道这套平台是什么性能了 3屏4K144好像还有点难度 主要是因为没有办法用双卡了 这其实让我有点担心 到了8K下该怎么办 那么现在万事俱备 就等索尼的电视来了 好了 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漫长等待 我们终于是凑齐了三台8K电视 索尼的75寸Z8H 这三台电视我们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搬进这个办公室 不过我们现在已经把它按照顺序给摆好了 那么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 这三屏8K到底能不能行呢? 我们来试试看吧 其实显卡这一块我用两张Strix是有原因的 因为华硕和技嘉是唯一两家在390上提供了两个HDMI接口的厂商 那么理想情况下我应该可以借助双卡 用三个HDMI2.1接口实现三个8K电视的输出 结果现实无情的打了我的脸 实践证明N卡并不支持跨显卡输出Surround的环幕 也就是说如果你想组Surround的三连屏 就必须从同一张显卡输出视频信号 这就很尴尬的 因为一张显卡只有两个HDMI接口 这意味着有一个屏我们要从DP转接过来 于是在我们观众的帮助下 我找到了DP1.4转HDMI2.1的转接器 它可以输出8K30的信号 希望它可以奏效吧 我们来试试看两个HDMI加一个DP转接 这个三屏能不能行通呢? 诶?这个怎么插上去就黑了呢? 不对啊? 诶不对?怎么重启了? 诶?什么情况?明显有问题啊? 难道两个HDMI不能同时用的吗? 要不试一下DP转接? 也不行啊 这个也会黑屏啊 也重启了 诶?怎么回事啊到底? 我发现只要你插两个8K电视 不管你接在哪个接口上 两个HDMI也好 HDMI加DP也好 只要接两个8K电视 它一定会自动重启 一开始我也完全没搞懂这个情况 但是偶然的一次机会 我们拍到它其实并不是黑屏 而是蓝屏 这个蓝屏的报错代码指向的是NV的显卡 驱动 这个就很尴尬了 所以我现在大概明白了 单张N卡只要插多台8K电视 一定会蓝屏 我们无意中帮NV找到了一个bug 估计他们的工程师都质解的时候也不会想到 有人会接这么多台8K电视吧? 既然这招行不通了 那我们就要另辟其境了 我先来整理一下思路 如果要组三连屏的话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必须要单卡输出 但是单卡又不能输出三个屏 这不就死循环了吗? 或者我们可以不组三连屏 我们组三连屏的目的是为什么? 就是为了全屏下运行游戏 那如果我们不全屏运行游戏 我们窗口化运行游戏 是不是就不需要Surround了呢? 是不是这个道理? 但是既然一张显卡只能插一个屏 那我们就必须使用三张显卡 才能达成这个目的了 是的 为了做这个实验 我们插上了三张3090 摆成了一个很奇怪的姿势 现在这台电脑应该毫无疑问是 方圆10公里算力最强的电脑 你看我们在设备管理器里成功地认出了三张3090 太刺激了 然后我们每张显卡分别输出一个电视 这样能成功吗? 来一个个看啊 先左边这个屏 看起来好像没问题啊 再来点右边这个 稍微有点慢 诶 点亮了 三台8K电视全部点亮了 现在这个电脑真正实现了三屏8K的输出了 但比较可惜这个不是三连屏 游戏是认不到这么宽的分辨率的 我们只能通过窗口化模式运行 来想办法跑游戏了 首先要尝试的就是孤岛危机3了 这个游戏已经发布了快10年了 但是放在今天它的画质仍然是非常优秀 所以我们来试试看 由于没有组成三连屏 所以游戏现在认出的最高分辨率就是8K 你没有办法在游戏里往上去调了 所以我们只能通过修改配置文件来调整分辨率 咱们三屏8K的分辨率应该是多少来的呢? 23040×4320 对吧 非常高的一个分辨率 然后窗口模式 我们试试看啊 哎呦 呦 这个游戏怎么直接闪退了呀 不太对啊 是不是有什么力量操作错了呢? 经过一番折腾 我们发现Windows系统允许的窗口最高横向分辨率只有16384 那么这个2万多的分辨率已经超过了Windows系统的限制了 我们没有办法运行游戏 所以我们只能把分辨率限制在16384×4320 这下居然真的能进游戏了 好 我们现在已经顺利进入了孤岛危机3 经过我们的调教 它也确实可以跨3屏运行游戏 并且为了契合咱们这个非常野机的方案 我对桌面做了一些调整 一个是用了黑色背景和黑色窗口 一个是减小缩放使得游戏的屏占比尽可能大 包括隐藏料任务栏 这些都是为了减小窗口化运行造成的影响 尽可能在感官上让它看起来舒服一点 那我们来看看它到底能跑到什么样的水平吧? 说实话这个主菜单给我的感觉是有一点卡 你看咱们在菜单里的帧数只有8帧 哎呀感觉明显是很卡的 这里的分辨率似乎也没有显示正确 实际上我们的屏幕已经是扩展到三个屏上了 实际的分辨率已经到了16384×4320 然后画质这边我们选择了中画质 加上最高的材质解析度 这样一来既可以稍微降低我们显卡的负担 也可以最大限度地去体现出8K的高的分辨率 它带来的一个清晰的材质 那我们来试试看它能不能跑得动吧 哎呦啊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 你看这个帧数 各位说的帧数 现在只有7帧啊 哇 这个卡的飞起啊 根本玩不动啊 当然有一说一 这个画面确实非常的震撼啊 三屏然后这么宽的一个分辨率 玩游戏啊 看着确实很舒服 但是不是这个显卡的压力有点太大了呢 要不我们调个GPU-Z来看看 诶 等一下 诶 这就奇怪了 你看 你看这个GPU占用率 其实GPU并没有占满啊 现在才70% 你看 还剩挺多资源的 这怎么回事 什么情况啊 你现在看到的这个状况 又浪费了我们大量的时间去找问题的原因 最终好像了两个原因 一是Windows的窗口模式 在如此高的分辨率下 本身就会损耗性能 二是 跨显卡这种窗口模式 可能会占用大量的PCIe带宽 相当于显卡和显卡之间 要不停的交换8K60帧的图像 这几乎就是在做无用功啊 浪费资源嘛 就算满速的PCIe 4.0 也经不起这样的折腾 所以尽管我们已经走到这一步 已经真的是做到头了 但是最终的这个效果 我并不满意 个位数的游戏帧数真的撑不上能玩啊 我们还有大量的显卡性能没有发挥出来 可惜了 朋友们 我们的挑战今天出现了一些转机 因为AMD给我寄了一块新显卡 这个是RX6800XT 刚刚还没发布呢 反正他们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早就发布了 早就发布了 那这个卡是AMD新的高端显卡 之前我们的3.8K是在N卡上做的 出了很多问题 感觉不太顺利 我们之所以没有用A卡 就是因为当时没有能跑动这个东西的 明摆子的嘛 之前最强的是雷漆 多弱智的东西 那现在有了 现在有了一张6800XT 也许它就没有N卡那些问题呢 来 我们试一下看看就知道了 装上啊 来 我们把它点亮 这个显卡我现在接了一个HDMI线 它是支持8K60输出的 HDMI 2.1 诶 亮了 嗯 这没什么 三个屏幕的话肯定是能到8K的 但是比较难的就是点另外两个屏 把这个转接器接上 好吧 诶 它没有黑屏 这是个好预兆 它跟N卡不一样 它没黑屏 诶 来了 亮了 两个屏 单张卡 现在不要着急喊 现在不要着急喊 再点第三个 我把它插上了 嗯 有信号吗 无信号 来了 哇 A卡 点亮了3屏8K 单张A卡点亮了3屏8K AMD YES 哇 哇 N卡做不到的事情 它做到了 柳暗花名又一村 想不到用这张A卡 我们成功单卡点亮了3台8K电视 太不容易了 不过随着我们开始创建三连屏 发现可能还是高兴得太早了 A卡同样也存在一个问题 三连屏的最大分辨率 A卡是到不了8K乘3 也就是横向24K的 我们最高最高能达到的分辨率是16000乘3000左右 横向16K 这个也非常恐怖了 但严格来说并没有达到8K的三倍 有点可惜 不过至少这个方案比N卡那边要给力多了 好歹我可以全屏玩游戏了对吧 没有那么野鸡嘛 那为了尽可能好的游戏表现 我们再来超个屏 行了 这就来看看 在16000乘3000这么高的一个分辨率下 游戏的表现如何吧 还是来玩一下孤岛危机3 啊 Can it run crisis 哇 这么大的AMD logo 预示着我们一定会很成功 我也觉得 这套平台是三个一平台 怎么可能跑不动呢 那这时候该喊什么了 AMD S 诶 我有注意到一个很显著的变化 就是这个主菜单好像明显比刚刚更流畅了 你看 对吧 刚刚那个窗口化模式下是卡的 卡的非常明显 我们现在在这个主菜单里面也能跑到60几帧 来看一下画质 16K乘3K的分辨率 材质解析度这个是非常高 对吧 我开到最高 毕竟8K嘛 材质如果不到8K那没意思 系统不会跟拉码 这个 我不敢 先来个中画质吧 诶 27帧 31 31 出来之后31 可以啊 卧槽 这可以啊 我已经到了30帧能玩的程度了 30帧能玩啊 这挺流畅的讲道理 你以主机的标准来看的话 其实挺流畅的 你是不是在黑主机呢 没有 我说本世代主机 但是你看这个UI好像不太对 这个装甲 对吧 好像是被拉伸过了 但是我们的画面是很正常的一个画面 特别震撼的一个画面 毕竟人家做这个UI的时候应该没有考虑到你这样的 他没有想到我会用 3频8K这么恐怖的一个设定来玩 好像有点画面撕裂的样子 我觉得我们应该开个全是同步 好了 现在画面上面这个撕裂的问题要好很多了 感受一下用3频8K打孤岛危机是什么感觉 说实话掉帧有点严重啊 现在可以掉到25帧了 电影机流畅度你懂什么 这其实说明一个问题就是 孤岛危机即便过了这么多年 仍然是一款非常吃硬件的游戏 26帧 有点勉强 这已经是在超过屏的情况下了 已经26帧 当然我们用的是6800 XT还不是3090 所以也有点关系吧 我觉得这一代A卡 其实比较适合2K显示器的用户 这是一张终极2K游戏卡 但是有一所以这个画面真的很震撼 而且因为我们材质是4K的材质 所以你看它的贴图都是非常清晰的 你跑过这一片的时候是不是 哇 这感觉 我真的舒服 兄弟 这太震撼了 其实我想看一下 它如果跑最高特效能不能跑得动 要不要做个死 来来来来 最高特效 我们来感受一下 哇操 13帧啊 兄弟 这能玩 有点吓人啊 这画质有比刚刚更好吗 其实我其实看不出来 我完全看不出来 可能阴影更黑一点了 确实太卡 确实太卡 这玩不成 但反正如果我们把这个画质还是中画质 然后不开抗锯齿 毕竟这个分辨率已经不太需要开抗锯齿了 说实话我看不出太明显的差别 可能阴影没有那么的黑了吧 反正就是还好 材质上面还是一样的 毕竟我们都是最高的材质 所以就说明 决定画质最重要的因素还是材质 而且流畅多了嘛 玩起来舒服多了 虽然声数也不是很高 但就还行反正 看来在16000×3000这么高的分辨率下 玩古老危机还是必须得开中特效 高特效是开不成的 那么我们三屏挑战古老危机 似乎还挺顺利的 那么地平线4这种优化较好的游戏 肯定就更不在话下了 还是16000×3000的分辨率 这一次我们直接开最高的画质 这么高的分辨率配最高画质 这个画面真的是给力啊 如此的精细 而且就算这样 我们的游戏仍然能跑到30多帧 甚至接近40帧 考虑到这个低频线4在Xbox One插上 还是4K30帧呢 我觉得咱们今天这个表现 绝对是可玩的水平 不得不说 这游戏的油画确实非常可言 那么来一个难一点的挑战吧 53 16000×3000的分辨率 这一次我们还是延续 孤岛危机上的设定 也就是中特效加最高材质 和孤岛危机一样 这乌十三同样也是历久弥新 过去了这么多年 画质仍然还算不错 并且配置要求绝对是够高 在我们这个设定下 勉勉强强跑到30帧吧 还算能玩 其实只有在这么清晰的屏幕上玩过之后 我才发现 巫十三的人物和武器材质真的很清晰 你比如看这把剑 你在1080P和2K的显示器上和在这个上面看 绝对是两种感觉 再加上旁边两个屏拓宽视野 我对现在这一套东西的唯一抱怨就是只有30帧了 要是有60帧的话 那这个真的是世界上最完美的游戏体验了 玩过了几个3A之后 我们甚至还可以用这三个8K电视来玩原神 你知道这个时候应该跟观众讲什么吗 应该讲 我买这三台8K电视就是为了玩原神的 在横向16K三连屏这么宽的分辨率下玩原神 我们的机器大概能跑到全特效30多帧的样子吧 说实话这个级别的性能比起玩儿 我更倾向于看看风景截一截图什么的 毕竟视野一下子会开阔很多 在离岳岗里你可以一屏窥见全景了 晚上成立一开灯之后 这个三连屏的效果还是可以的 更进一步我发现原神在自带相机模式下 游戏内的时间是不会暂停的 因此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特性 这个超宽屏来干什么呢? 延时摄像 来我给你展示几段效果 怎么说我这个摄像师当然还是可以的啊 话说回来原神在N卡上的表现其实会更好一点 可惜我们前面的N卡没挑战成功 不然的话也许还能比A卡跑得再更高一点 哇一波三折 我们总算成功实现了8K电视三连屏玩游戏的目标 尽管还有一些小遗憾嘛 比如没有完全实现横向24K的超高分辨率 也没能够用上双卡的3090 但是今天折腾的这个结果我已经是非常满意的了 三台8K电视太爽了 如果有朝一日N卡修复了显卡驱动 或者我拿到了三个HDMI 2.1接口的显卡 我觉得可以再来挑战一下真正的3屏8K 但是今天我们已经足够圆满了 那么如果你对这期节目感兴趣的话 不妨长一点点赞一键三连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